哈喽,同仁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讲的是第7版26题,Number of Atoms,原子的数量 那是一道Hard题目,也是这周竞赛的最后道题了,就是开放题目 然后的话,我把它归类成Stream,我们会用这个Recursion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话,先关注一下我们频道,每周都会有一些视频上传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TML说给你一个化学的那个方程式啊,其实是一个分子式了 让你返回这个每个原子的数量 那他说原子呢,他这个符号呢,就是由一个大写的字母开头啊 然后会有0个或多个小写字母来表示他的名字 然后如果说这个原子只出现一次的话,他就会省略 比如说那个H2O,就是水 O的话只出现一次,他不会写成那个,不会写成那个H2O1啊 也不会写成那个啊,所以说H2O是合法 H2O1是不合法啊 嗯,然后呢H2O2刷氧水也是合法的啊,但是这个H1O2就不合法 当然这配不平了,那当然,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他你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啊,这个只出现一次的话,这个E可以省略 嗯,那这套题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化学式呢,就是说可以有括号啊 有括号,有括号之后的话,再加一个3表示啊,我这个括号里面所有元素的原子个数都要乘上3 那这套,这套,而且这括号的话是可以嵌套的啊,他可以有多层括号 那对于这种括号嵌套的问题的话,我没办法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这个地规啊,来模拟这样一个过程啊,地规的话本身就是个站啊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站来模拟这个地规过程啊,那我们就用地规,我们这套题的话,直接用地规就可以做了 好,那么看一下讲义,我这个这个思路是怎么样子的 呃,呃,先讲一下他输出吧,他输出的话是要求,呃,按照 这个最后的话是要你输出一个这个化解的这个分子,是啊,不是分子,是就是 化解之后,呃,然后的话按照这个这个原原子那个,呃,字母的名字的排序啊,从小到大排序 然后输出这个字母啊,这个元素,这个原子的名字,然后和他的那个 呃,出现的次数啊,这边的话mg,哦,h2 就是h出现两次,哦出现两次,mg出现一次,那排序之后就是h2,哦,mg,o2 这样一个输出,那如果这样输出的话,我们知道你可以使用这个map,或者是java里面的tremap,他这个是已经排好去的map 我们当然需要这样一个hash table来存储啊,这个,呃,但是tree,你可以因为是tree,tree table了,就是 这样一个数结构来存储每个原子出现的次数 呃,这道题的核心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写一个function,这个function就是说可以去poth这样一个formula 但是呢,我们我们就是不用关心这个括号的问题啊,如果没有括号,我们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假设说,如果没有括号的话,啊,我们只要实现两个function就可以,一个叫getname,一个叫getcount 啊,如果没有括号啊,就比如说oh这种情况 那我只要每次我叫getname 去从这个字母串当前位置去取得它这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呢,因为只是说啊,只能有一个大写字母,所以说我,我哦就结束了,哦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原子 然后我再去getcount,getcount,由于这个我后面的一个字符呢是h,它 不是个数字 那我这种情况下是这个数字被省略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count就1 所以说我就,我就得到了o,然后count是1 然后的话,我再继续的去做循环做这个getname和getcount这个组合 取名字,取这个数量,取名字,取数量,直到这个字母算处理完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没有括号的一个formula,我就可以变成那个h1,o1这样一个 这个map 然后的话 如果出现括号的情况下,我们就递规,递规球形啊 比如说这样一个,原来这个问题mgoh2,我其实我无法处理这处理这括号里面的东西,那我就递规 我只能处理mg,然后我,然后的话 一旦碰到括号,我就递规调用,递规调用球形得到这个 这个得到这个子问题的解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括号去掉 但这个,然后就括号里面的东西呢,就相当于是一个map,它当然不是一个原子了 它就是一个map,是个集合 那么的话,有了这个集合之后,我再调用这个getcount,我就可以拿到这个集合,这个括号后面的那个数量 它有可能也是被省略的,如果1的话也可以省略啊 那 得到这个数量之后,我就把这个map里面所有的元素都乘上我这个数量 这边的话就是h1,o1这个map乘上这2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 再和我当前这一层里面所有的其他的一个,其他的当前的一个结果合并 那我最后合并出来的话,就变成了h2,mg1,o2,最后写 输出的时候写成这样一个形式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更加复杂的一点的例子,三层的,两层的地规吧 那 第一层的话,我们 只处理k4和这个2 那遇到遇到这个括号的话,我们其实是地规求解,我们把这个括号,整个括号 地规求解 那地规求解的话,它还是不能求解,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括号,所以它只能处理on和2 那里面括号的话,so3,在地规求解,到最后就是so3 so3的话,根据我们之前讲的,如果没有任何括号的话,我们就直接很 觉得非常简洁的,用get name,get count这样一个组合 去获得,s的话是se,获得了se o的话,获得了o3,就是说说它这个,这个子问题的解呢,它反过是o3 se,我们是排序排好的 那 返回这个o3,o3se,反回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就把它plug到,plugin到这个括号里面 在括号 在这一层的话,我只能处理on和r 那前面部分的话,on的话是 n1,o1 然后这个括号里面的话,我们得到了这个map,得到这个解是o3,se,就是地规求解的 地规求解到o3,se之后的话,我们再去get count,得到是2 那我们就把它和前面是一样的,把这个 当前这一部分 的部分的解,加上我这个括号的 地规求解的子问题的解 乘上这个count,如果后面还有的话,我继续用get name,get count 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还是有括号的话,我可以再继续地规求解 那这样的话,我就处理完一层,然后我把这一层的结果反回给上一层 这层结果是n1 n1,o7,s,r,那我相当于是上一层的话,把这个整个 的大括号,把它替换成这个 n1,o7,s,r 然后再扯上这2,就是n2,o14,s,r 再和当前这一层的k4进行合并 那最后答案就是这个k4,n2,o14,s,4 这道题的话,核心思想就是说 处理 其实使用两个非常简单的函数 get name和get count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有括号的话,我们就地规调用 地规调用子问题 地规调用这个子串 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把这个子串取出来了,我们直接说 从当前为止开始处理,处理到这个有括号为止 这样一个过程 那一旦碰到了括号之后,我们地规求解 地规调解之后的话 当它pop pop上来之后 我们再去get count 就是表示这个括号 这个括号 这个部分出现了多少次 这个数量可能是 1,也可能是大于1的,那我们得到这个count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括号里面所有的元素的map 相乘 相乘之后再和当前这一层的 map的结果合并 然后作为我当前这一层的输出,然后我再可以反回到上一层,如果有多层地规的话,我可以反回到上一层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de是怎么写的 时间法度的话 我们因为其实 每个字符是变列的一次,然后我是从左到右开始处理,每次往后处理 一个格子,然后的话我们没有backtracing backtracking 所以说的话,它的时间法都是on 这空间复杂度的话 最 这n的话是整个字符传的长度 空间复杂度的话 应该是 也是 也是 on 因为呢 最坏的情况 就是说 当然这不可能了 因为 我们英文字母就这么多了 最坏情况 就是说 这所有长度里面的 都是单个原子 单个原子的话,我们就有这么多个entry 但是on 但是不可能了 最多其实只有 26 乘上值 26 就是一个字符或两个字符的情况 总之它不会超过on 它的entry数量不会超过on 所以说它的空间复杂度就是最多就是on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de怎么写 我这个写的和 它其实它这个 它现在这个新的题目呢是会提供那个 提供标准的 我写的和它方法有些不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的方法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我看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写 我先看一下 我们先从两个简单的方式开始看吧 就是get name 就是从给你这个formula 然后给你一个当前位置i 我从这个当前位置i 从这i的位置开始取 找一个 找一个name 找到这个原子的名字了 当然你得看一下这个 这个当前字符是不是一个字母啊 因为它的名字的话必须是字母 大写 然后可能是0到 0到n个 小写的字母 那 那它必须是字母 其次的话如果说 它 只有第一位的时候是允许使用大写 后面帮我必须使用小写 所以说我 我看它empty 如果是empty的话是ok 否则的话必须是小写 那满足这两个 这两个情况 是字母并且是 第一个大写后面都是小写的情况 我就不断的把这个name加加 加上这个当前这个字符 那 直到找到第一个不满足条件的字符为止 那就是我的name 那我就返回这个name就可以了 这其实就是 从当前位置来找 找 举出这个name 当然我这个为nri的话 传的是引用啊 就是说它会 它会 不断更新啊 你可以 当然可以使用类成员变量 那你就不用传传传算数了 Ci的话你可以使用引用 第2个方法的话叫get count get count的话也是一样 它的概念就是说从当前这个位置 去 去找一个数 这个数的话就它这个原子 或者说一个表达式出现的次数 可能是一个 子问题 带括号的子问题的次数 或者是一个原子的次数 总之就是从当前位置开始找 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数字 最长的数字 找到 找到第1个不为数字为止 所以说呢我们就 当他 当他这一位 当前这一位是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的加加这个 加加这个i 然后呢我们就 其实这边有很多种写法的 我直接把它就是 拼成字符算拼加 就相当于是不断的 把当前的这个字符 加到我当前的字符 当加到这个字符算里面去 那 但是他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是空 他是空的话 表示说 我 没有数字 没有数字的话其实是合法的 因为 题目中要是说了 就是如果说他的数字是1的话 是可以省略掉的 所以说当他这个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表达是一定是合法的 所以说我如果说当前这个位置我要找count 找到 找不到任何数字的话 那他是空 空的话就是返回是1 把count就是1 否则的话我就把当前这个字符串 变成一个整形 把这个字符串变成整形 就是我的count数量 因为我这边已经把所有的数字 全加在一起了 所以说这两个函数 如果你 能够正确实现的话 其实这个 就是80%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 那我再来看一下这个 怎么去调用这两个函数 并且如果怎么去handle 这个括号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主的地规函数 他返回来是个map map的话就是 每个原子出现的次数 当然 当然的话 他的input是这个formula 然后的话是 他从当前这个位置开始做 当然当然这个函数也是传的是引用 他就会不断修改这样一个位置 之后的话你的其他的函数在使用的时候 这个i其实已经位置发生变化了 那我们其实只要扫了一遍 整个这个input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申请一个这样一个 count 最后答案输出 最后答案输出 当这个i不等于这个formula length的时候 就是表示我这个input还没处理完 那我就开始 看根据当前情况 如果当前这个位置是个左括号 左括号的话 我们就地规的去求解这个子问题 这个子问题的话 其实 这个地规过程会handle所有的 子问题 包括如果这个括号 直到 直到处理到这个括号相对应的那个 相匹偏那个右括号为止 所以说他里面如果有多层前套的话 他这个 这个地规函数会 去会自己handle 他会 handle到第1个和他平衡的右括号为止 所以说我们就拿到了这个从这个左括号为止 和他匹配的右括号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串的解 那所以说这个 地规的过程的话也是当成这个formula 然后他的位置是 就是从这个左括号下一位 开始地规求解 得到这个子问题的解之后的话 我们就 用刚才写的函数 gat count 得到这样一个 这个括号外面这个 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括号出现了多少次 这个括号里面的元素需要重复多少次 那么我们就 对 对这个子问题的解 每一句 每一句 每一句他所有的 key和value 那么我们就把他的key 把当前这个问题 和当前这个问题的解 merge 这边的话就相当于加等于 这个name 他出现了次数加等于 他子问题里面出现了次数 在乘上这个count 就是子问题 这个括号外面的这个数字 这是count 这就是遇到左括号的时候 我们要去地规求解 然后 求解完之后的话 我们拿到右括号 已经处理到这个相匹配的右括号了 然后去拿到右括号后面这个数字 然后把他所有的子问题的解 乘上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count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 是右括号 右括号的话表示说 这个其实就是我这个 我当前这个子问题已经全部全部处理完了 全部处理完的时候 那话我就把它挨加加 就是移到我这个右括号后面的字符 然后直接返回我的答案就可以了 他相当于是返回这个 从我这个子问题的左括号开始 到这个右括号 平衡右括号里面所有的问题解 好这反复答案就可以了 如果既不是左括号又不是右括号 那就是他的一般的形式 一般的形式的话 就是跟球门前面讲的 不断的调用这get count get name和get count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pair 先拿名字 拿到名字之后 再拿他的数量 这个 并且merge到我当前这样一个 solution里面去 因为这get name和get count 他拿完之后的话 这个i都会加加 就会移到下一位 所以说的话 你不待在consume 这个input 最后的话 他一定会处理到这个 等于lens为止 那我这的话整个循环程做完了 包括地规的过程都做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返回这个答案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所有的 所有的问 所有整个 整个 串的 这样一个 每个原子 和出现次数的一个mapping 我们最后只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输出就可以了 他输出的格式就是这个名字 然后的话才出现了次数 如果是等于一次的话就不用 输出了 如果大于一次的话 需要把它次数 追加到他的名字后面 那 这样的话就 就做完了 其实 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不断通过get name和get count 来 处理一般情况 然后遇到括号的时候 就地规求解 然后地规求解完了之后的话 去 取出这个地规子问题的 的这个重复次数 就是他这个 这个花括号 不是花括号 就是圆括号 后面的这个数字 他遇到第一个 遇到当天遇到这个 比如说我们从最外面开始讲的话 遇到第一个左括号 他地规求解 地规求解的话 他这个 这次靠进去 他会处理 从这个左括号处理 一直处理到最 和他匹配这个右括号 会处理到这里 处理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 当中这个 这么多 子问题的解 他会反 反复去地规求解 那求解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拿这个count 拿个count 如果后面还有什么 k3 k4的话 就继续这样处理 所以说的话 有括号就出地规求解 然后取count 把这个地规求解的子问题的解 全部成上这个count 然后再和当前这个merge 然后最后 这一层处理完了后 就返回到上一层 返回给上一层 继续这样使用 所以说最后 最后的话 我们就 最外层的话 我们调用的就是formula 然后是0 I是0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整个问题的解 然后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输出就可以了 好 这是4加1代码 还是比较简洁的 思路也非常清楚 我觉得比标程要清楚一点 那么来看一下java java的话就写起来稍微繁琐一点 CLA的话运行时间是三毫秒 其实这道题的话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三毫秒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看的 百分之 八十几都是三毫秒以内 所以说 0到1毫秒的只有百分之 百分之一都不到 因为它的长度只有1000 然后on的话是非常快的 我看一下java java稍微慢一点 13毫秒 百分之六十几 完全是相同的一个写法 我们看一下 这部分的话 这边的话 我们是在整 我们把整个formula 把它变成chary 然后求解 因为java的长度只有1000 java的话没有这个整形 没有这个引用的概念 那么就传 又使用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证所有的地规函数 都可以共享同一个i 他们地规函数修个i的话 其他的不同的层都能够更新这个i 所以我们就成员变量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用Streambuilder 来去构建这个达案 然后的话 去地规求解整个串 求解到结果之后 稍微整理一下 输出这个名字 以及它出现次数 如果大于一次的话 输出它次数 如果等于一次的话 就都能输出 最后把这个 ans toStream 就返回我们结果 把这Streambuilder的结果 toStream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主要这个地规函数 地规函数的话 我们这边 这个接口 使用这个map接口 但是我们扭出来实例的话 是tremap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 按照这个原子的名字盘序码 而且它的key比较少 其实用tremap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当你的key比较小的时候 你用tremap 或者是c++的map的话 其实要比hashmap 或者是unonly的map要快 当你key比较少的时候 比较短比较少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这边的话 这道题的话 是 使用tremap比较合适了 同样的话 然后当这个i不能于这个 没有处理完的时候 没有到f.length的时候 我们就 不断的 不断的处理 当他是 左括号的话 地规 地规求解 当然的话 我们这边 先把这个i字增 移动到这个 括号后面这一位 然后我们去 地规求解 这样一个 子问题 把子问题 拿到的那个子问题的结果呢 处理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拿count 还是这个getcount function 拿到这个 就括号外面的第1个数字 就他这个括号里面的元素出现了重复多少次 那我们就 每一举这个所有的entry 然后我们就和当前的这个 当前的answer 和merge 如果answer有的话就拿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拿出0 然后我们加上这个当前这个entry的出现次数 再乘上这个括号外面的这个系数 这个系数相乘 然后把它merge在一起 作为我当前这一层的answer 同样如果遇到右括号的话 我们就把i++ 然后直接反馈就行了 表示我这个子问题已经处理完了 如果是一般情况的话 我们就不断的getname getname之后的话 getcount 然后进行merge 把当前的这个 这个元素出现次数和 当前这个已经出现的次数 相合并 就相加了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这是0 get or default 这个name和0 这样的话我们就 最后循环解除的时候 就把这一层全处理完了 然后的话 最后的话也就 就全做完了 getname的话 和getcount的函数 几乎差不多 那么的话 稍微有些不同 然后的话 主要是我 我这边 把这个 把这个字符串呢 变成了这个xray 这样的话 我们 待会可以稍微简洁一点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其实不是太好 因为我这边 相较于是说不断的加等于了 如果它很长的话 它其实时间法度是n平方的 因为java的话 这个加等于啊 或者像加的话 它并不是 OE时间的啊 或者说不是 对不是OE时间的 那如果有更好些话的话 也欢迎大家 给我提供啊 C++里面 你string加等于的话 是OE时间 它并没有创建新对象啊 java的话 每次都会创建新对象 就是索性的话 就是说这些name都不长 所以说你用这样的方法也没问题 这边的话我就判断这个当前这个字符 之前 他题目里面说了 第一个字母 第一个字符的话是一定是大写 我们这边不用考虑 因为因为一定是合法的 我们就把这个字符加到 作为我们name的 第一个字符 之后的话必须是小写 那 如果还没有处理完 并且这个字符是小写字母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加到name里面去 就最后的话反过这边 Count的话我们这边 我这边更偷懒了 当他没有处理完的话 并且这个字符是大于等于0 或小于等于9的话 是个数字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Count乘以10 再加上当前这一位 的数字 当前这一位的字符减去0 就是相当于是把字符上变整形的过程了 那不断挨加加 最后到这Count 首先这个Count的话也没有溢出 没有超过这个整形范围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 直接做这样转换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最后Count的0的话 表示说我并没有处理过任何一个字符 那这种情况的话是表示 它这边应该是出现一次 因为一次的话是可以是省畏掉的 否则的话我们就反过Count 这个两个看书稍微有些不同 实现范围稍微有些不同 但整体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 name和getCount 然后merge 如果遇到了括号的话 就地规求结 把地规求结结果 再去拿到 再通过getCount 拿到这个 这个子问题的 那个重复次数 全部 全部相乘 再merge 如果又括号的话 就返回结果 处理完了 其实这个实际上的 这边相当于是push了 这边相当于pop 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楚 好那这道题的话 我们讲到这边 如果大家 如果还是觉得有问题的话 可以 在这个图纸上画一下 这个 低规求结的过程 每次的话 为什么它这个低规求结的过程 可以 处理完整 对于这一次低规扣 它为什么可以处理完整个 这个平衡量 这样一个括号 大家可以想一下 所以说 它会不断的 递规求结 直到 直到 没有括号的话 没有括号的话 就是我们 base case base case 我们知道 get name 和get count 组合 组合权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base case的结 然后不断的网上 返回 在merge结果 向上返回 在merge结果 最后就得到 我们最后的结果 好 这道题的话 就讲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别忘记关注频道 点赞转发评论 然后代码 代码和讲一都会放在我的网站上面 这个链接会放在视频评论区 视频的表输区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花 拜拜